虽然是矮人一劫 但是发挥稳定性 减少失误 还是能够脱颖而出 来看到这是从台北特地转到了 新竹县东光国小就读的 小三学生蔡天赋 她参加全国小学高尔夫锦标赛 就用精准的推杆切杆 夺下冠军 邻近四个专业高尔夫球场 吸引学生跨县市就读的 关西镇东光国小 从台北转学过来的三年级蔡天赋 就在全国小学高尔夫赛中夺冠 就是不要打很用力 打很用力会歪掉 靠七推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追上来的 就是我觉得她适合打高尔夫球也有兴趣 然后我们其实是从台北搬到关西来的 以前在台北的话呢 对很多孩子来讲的话呢 就是要巴不得有假日才有机会 走出户外 那在这边就是天天都是户外 六月才在低年级组夺冠 九月角逐中年级组在连庄 蔡天赋四岁就抱有兴趣 六岁开始栽培 连连夺牌 展露头角 虽然身高跟其他选手插了一颗头 一开始全灰感落后 仍用稳定性弥补减少推杆切杆的失败率 成为少数拿下冠军的三年级生 校方也推广高尔夫球课程 创立校队改善场地 在地的一个子弟 在这部分能够了解在地的一个体育 那为了配合就是高尔夫球的一个推动 那目前东方国小进行了一个 小心果岭的一个建设 那另外在操场部分的话 有一半都已经铺设了一个 所谓的人工草皮 方便孩子们做一个比较长的一个 基准的一个打击 体育署补助40万 在校园增设果岭 重铺500平方米草皮 方便学生练球 挑球展现自信 蔡天赋说要持续精进 力拼更强表现